然后呢这个贴贴完之后啊 咱们接下来就是要去制作它的RMDB数据员了 RMDB数据员啊 在这里咱们是用了这样一个脚本文件 这个脚本文件是卡费默认带的 如果说大家愿意用卡费默认带的 就用卡费默认带的 愿意用我写这个 也可以用我写这个 其实啊 它们都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在这里呢 咱们需要先指定一些东西 大家可以看啊 就是说这个脚本文件 还是非常整洁的 没有太多的东西啊 咱们需要改的东西啊 并不是很多 只需要按照我这样一个格式啊 把它写好就行了 首先来说 咱们需要大家自己指定的是什么 咱们需要自己改一改啊 就是说这个文件之后会发给大家 大家在拿到文件的时候 需要先更改几个东西 先改一下这个tools 这个tools啊 咱们来看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这个TYD啊 就是我的一个工作的路径 然后呢 CafeBuildtools 这里呢 需要大家自己进行一个指定 指定到你们安装Cafe的 我们看 这是Cafe安装完的一个路径 在Cafe安装完路径里边呢 我们看 有这样一个build build的里边呢 有这样一个tools吧 咱们需要把它指定到 这样一个tools文件夹 因为呢 一会儿啊 咱们会用tools里边的一个工具 去做这样一个 RMDB数据员的生成 所以说 在这个tools里啊 大家需要指定 咱们你们的Cafe 是在什么样的路径下的 然后呢 对于这个data和example 咱们都需要给它指定成 一个文件夹就可以了 我们看在这里啊 因为我是在做一个 人脸检测项目嘛 所以说 我就在这里啊 新建了一个文件夹 叫做FaceDetect 咱们也可以啊 自己在自己的一个 不管你是Windows 还是Linux吧 你都要新建一个文件夹 就叫这个FaceDetect 或者说 你叫什么名字啊 都是随你好了 我就不强求了 然后在这里呢 咱们啊 在这里 它就是包含了 这个tools文件夹和VL文件夹 也就是说 咱们接下来啊 所有的这些东西啊 咱们的依赖的东西 都放到这样一个文件夹里 这个FaceDetect 然后呢 在这里啊 咱们的example 还有这个data 都写成咱们的一个 FaceDetect的一个文件夹的 路径就可以了 这个是啊 需要大家指定的 这个前三步 然后呢 还有两步需要大家指定啊 就是咱们的一个 tool文件夹和 这个VL文件夹 分别在哪里 在这里啊 我们看 这有一个toolDataRoot 我们给它指定到哪里了呢 在咱们的FaceDetect下 FaceDetect下 有这样一个tool文件夹吧 所以说 它就是这样一个定位到 这样一个tool文件夹下 然后呢 VLDataRoot 让它定位到一个 VL文件夹下 也是可以的 在这里啊 咱们当拿到这样一个 脚本文件之后啊 需要大家先进行一个 稍微的修改 把它改成自己的一个 路径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呢 就是一个 Resize的操作 这里啊 给大家来说一下 Resize的操作 咱们先来说一下 这个RMDB吧 制作 LMDB数据源 怎么做呢 肯定是用脚本吧 用卡费 给咱们提供的脚本 用卡费 提供的脚本文件 在这里啊 我就直接 哎呀 我还复制不了 我就复制不了 因为咱是 这是虚拟机里啊 我没办法把这个虚拟机 复制到我这个word里 这里啊 就直接给大家写一下吧 就是改成自己的目录 就行了 前几行 前几行啊 咱们需要改成 自己的一个 安装目录 就可以了 然后呢 后面啊 有这样一个 Resize的操作 我们看啊 如果说 咱们进行一个Resize 咱们可以指定到 一个图片的H和W吧 为什么要做 这样一个Resize的操作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呢 对于不同的 输入数据来说啊 它无论是正样本 还是负样本 这个人点 还是非人点 咱们裁剪完的大小 肯定都是不一样的吧 因为咱们的输入数据啊 它本身就是多大都有的 所以说 咱们裁剪完数据啊 既有可能 既有200多乘200多的 也有500多乘500多的 甚至更大更小 都有可能 那么对于咱们网络来说啊 咱们需要让这个网络的 输入大小是固定的 这点非常重要 咱们一定啊 就是说 让这个网络输入大小 它是不变的 第一次输入是多大 第二次 甚至以后 每次训练呢 它输入大小啊 都是一个固定的大小 比方说 一会儿呢 咱们是要用这个AlexNet 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卷积神经网络 这个卷积神经网络啊 它要求咱们的输入啊 是一个227乘227的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咱们需要先进行一个 resize操作 先把resize啊 进行一个变换啊 让咱们所有数据啊 它的一个h和w 都是等于227的 我们来写一下 要进行一个 resize操作 这个resize啊 其实给它 resize到多小 多大或者是多小呢 这个 其实一般情况下 都是看你使用哪些模型吧 比如AlexNet AlexNet或者VGG吧 这点Net 咱们通常啊 都是给它resize到27乘上27的 那么也有其他网络吧 比如说 你也可以自己定一个网络啊 那么你自己定一个网络 你也可以看一下 什么样的一个输入大小 是比较合适的 但是啊 咱给大家推荐一下 咱们不要用自己写的网络 因为你自己写网络 不见得效果会多好吧 通常情况下 咱们都是用这些比较传统的 比如说VGG啊 VGG现在用的比较多 AlexNet 其实用的并不多了 但是由于啊 这个VGG 它迭代起来 速度非常非常慢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咱们就用AlexNet 一会儿进行一个演示 给它resize到一个27乘27的 其实呢 咱们在这里啊 就是改了什么 就是改了这两个指标吧 把这两个指标改成 你想给它resize到的一个大小 就可以了 下面这些东西全都不要改 千万不要碰这些东西的 接下来呢 还需要指定这样一个东西啊 就是说 咱们现在刚才是不是写了 这样两个TST啊 在这里 这有点慢 大家可以看啊 就是说 这些图像的大小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这有小的吧 后面也有大的 咱们刚才指定了 这两个TST嘛 通过这个TST 把这个数据的一个路径 和Label对应起来了吧 所以说呢 在这里啊 我们看 这里咱们也需要指定 这样一个TST TST写在哪呢 就写在这个位置啊 如果说大家命名了 咱们写的TST啊 就是这个 TST和VL.TST 这两步啊 就不要动了 那么如果说 你是变名了 比方说TST 你又写了一个 下杠什么什么.TST 你需要把这个名字啊 给它指定出来 在这块呢 指定一个TST什么什么.TST 这块 VL什么什么.TST 然后啊 这是Data里边 然后一个Sample里边呢 咱们又写一个东西 就是说 咱们一会儿啊 不是要制作这个 RMDB数据员吗 制作完的RMDB数据员啊 它是叫什么名字 在这里呢 我制作了两个数据员 叫做FaceTwinRMDB 和FaceVRMDB 它里边啊 就是咱们的一个Data了 所以说 在这里呢 咱们需要 先指定一下 咱们一会儿 要创建出来的 这个数据员啊 它的一个文件夹的名字 对于Twin的数据 我们看 这是Twin的数据吧 对于Twin的数据来说呢 你就是一个Twin.TIT 对应一个Twin的 一个RMDB VR.TIT呢 对于一个VR的RMDB 然后呢 有了这两个数据之后啊 咱们这个脚本 其实也是写的差不多了 其实大家做的事啊 并不多 只需要把这些东西啊 改成自己的一个路径 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呢 咱们就完成了一个 数据员的制作 对于Twin的数据员